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会觉得自从我的禁制令出了之后 这个所谓的家的感觉不同了 没有了家的感觉 因为你会怕我说话会被人听到 或者我批评某些关于利盘的东西 人家怎么用呢 原来我想一下也不行 如果我老去想一些行动 原来人家有理由相信 你想阻止某个关系的时候 连来思想都可以控制 我觉得住在家的感觉是没有了 各位朋友在街坊 各位嘉宾大家好 我是美副治股 我们选择一下美副治股究竟是什么组织 比如美副治股是一个自白性的居民组织 是来自不同其数的美副居民自己组成的 也是一个独立 没有任何政党背景 也不是关心爱美副的一个组织 我们是主力推动这个关注美副法旗的事件 此外也举办过美副关于社区规合的论坛 题目就是改变始于参与 还有每晚的这个白旗空地设计比赛 也都参与过7月一旅行活动 也都透过互联网 即是大家看上网 透过Facebook的网络平台 去宣传美副治股的最新消息 有一间活动的上线 陆像和讨论我们都会一一记录 我求得将美副法旗的事件是一个传记录 希望将这些消息传得更旺 如果大家有兴趣关心美副的事的人 大家可以上我们的Facebook 或者可以提到我们的电邮给我们 我们的Facebook就是 FacebookDrop M-E-R-M-O-O-O-R-U-N 我们这个组织就是简单来解释 事不宜迟 我们将M-E-R-M-O-O-R-U-N 建筵地会统变在当局之前 您多为您 一开始我们就有我们的敏文 亦也是反发队召集人 就是魯先生说他们的意见 法治原則何處 捍衛集會自由 抗議貫相勾結 2012年2月10日 法律分佈了一個禁制令 違反香港利用來實行的普通法規則 則為了小市民表達預見聲音的舉例 今天的集會 我們徵詢過意見 我們不可以逼迫 亦不可以號召阻擋工程 只是有一個評論高院半徹的招待會 即使是這樣 如今 平和 合法的集會 各位可以難以 被發展商控告的六個秘呼居民 被告中 只有我一個在這裡出現 這正是高院禁制令產生的汗線效應的嚇阻作用 很多居民不敢站出來 幾位被告也難以承受官司的壓力 不能夠再為自己發聲 未有出席 今次 只是針對集會自由已死的記者會 當然我們不可以強求其他五位被告 人非草木之軀 尤其是所謂的中產階層 這一點是可以同情理解的 不過他們的不出現 但點了管理的荒謬 和他們的惡果 面對官商勾結的屏風樓 中產社區搞抗爭 有太多的背負和恐懼 想起去年保家庭的情況 居民眾志成城 為了共同的目標 站起來 美夫居民實現了參與創造社區規劃的歷史 現在 居首的官司打壓 以及各種分化使情況發生了變化 某些人 誤墮了求和的陷阱 甚至發生了破壞的現象 有些仗義的居民 竟然遭到無禮的漫漫 作為參與者 我實在覺得 無奈和同心 美夫抗爭以前 是體制內的爭取 由十幾年前開始 建國議署 2009年10年 批准二十層高的負責 雖然結果失敗了頭 不過 仍取得了 成了 暴露了現行制度下 官商勾結的種種的醜陋 由去年 三月初 發支箱 強闖入村 直到禁制令判決 出來 美夫激勵了 反官商勾結 反地產霸權 和爭取參與社區規劃的抗爭運動 現在 我們要認識和脫路 勾官的判決 不是單單針對美夫的白拳頭 而是侵犯了集會自由的慣例 但是 面對這樣的大肆大悲問題 美夫居民 藉此機會 表達他半血的不滿 背決中 侮賴的意圖 即是思想 事情未曾發生 謹謹談 估計 預測 判斷將來 發出了禁制令 不需要具體的身份名稱 就可以控告 居院 要成功人盡 禁制令針對的是 無名無聲 發指任何人 即是一旦打盡 這樣的外力 一開 何止是香港一流 我相信 必將名稅全世界 可以和強國千年股司 包括大人齊名 包括生存的 是人質的公平時代 而我們身處的是 實行普通法的 現代香港 請問 法治原則 何處 我們香港人總是說 香港從來不罰 自由 只是需要爭取民主 拒謹言 自從2012年2月10日公園 勾強法判會員 以意圖為根據 推測將來的實事實 竟然向無名無聲 凡之所有人的第七被告 及所謂的法九十被告 發出了禁制令 香港的法治優厭 欠負人權優異 《基本法》會員的集會 結射言論自由 未埋葬意 未埋葬意 未附 成為霸權屏風流的背作品 難以想像 九七政權 現在未足十年 我們除了爭取 普選民主之外 我們拒謹言 已經墮落到 需要爭取 普呼喊為 自由 謀遂 前兩日 一位願意料為的人士 申請以第七被告的名義 上訴 呼到拒絕 理由是 第七被告 無名無聲 沒有辦法辦手續 於是 這位人士 首先申請 加入成為被告 才可以為第七被告上訴 這個事實 充分突顯了禁制令的方法 上訴的程序 已經排名在 二零一月 三月 七號 上十點半 在高院 公開領述 此外 美副的居民 控告發展商 侵權的 但是 官司 亦都依 程序 排期之中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 世界上 本來沒有路的 只是走人多了 於是 就形成了路 面對重重亂所 只要我們勇於探索 我相信 路總是會有的 期望 這座建基 方達 浮沙上的八條樓 寧願沒有辦法出現在尾庫 請我們在這個案中 其實都幾無辜的 先邀請第八被告 大家都認識 其實他很好 因為整個官司 他和長毛都沒有參與過任何的 阻擋工程的行為 但是竟然 他們仗義幫忙 走出來說 我認自己是第七被告 結果被法庭說 你們就成為第八 九被告 竟然是這樣而成功入罪 所以我們都請阿昂先講講你的看法 其實還有一個第十被告 毛孟靈都是以不容辭的將 挺身而出 是承認第七被告 大家看到 我們的法律是保障的 是特權人士 有事人士 因為我們一般中產民的基層 何內銀絲打官司 當然打上官司 說的是一百幾十萬 去到總秀 你才能夠內部有了結 美孚 過去幾年的運動 我覺得在我們抗爭路上 是多了一班神力軍 還有我們容易去講給別人聽 為何我們要抗爭 美孚這班退休人士 但是是專業的 有老師有牧師 有護士有醫生 他們是退休的 在我空空生活的 突然間是被地產霸權 是寬逼民法 去以身去擋 這個法律機 大家 我就用這個美孚的禮 去告訴街坊 為何要逼上林沙 逼上去抗爭 他真的想走上街頭 但逼不逼出來 而我們過去二十幾年 過去不斷爭罪 就看到我們香港相當相當不公平 有錢人罵了事 你看到近日 包括高泰 你看到官商案其實相當厲害 有錢人千鳥不然又賣乖 你看到李嘉誠 賣天與海 地下這層 腳頂樓對上那層樓 原來是隔壁的馬路 他還說人家買樓的時候看清楚 買榮食大 因為有錢 我們這些死坑死底小行之家 無緣無故弄到屏風 你們想去反抗 就不接著大財團的錢 還有這些不穩定的法例 導致大家很清楚我知道 為何這麼多人退屬 因為你們又不是弄到屋 你們還有一層樓在這裏 有害怕到傷心 其實我都害怕的 我都想要和阿朗過來 分別給阿賊他們 我自己 什麼電流浪噹 丟丟飛 繼續抗爭路線 這個故事告訴大家 每個人都去忍 不出飛的時候 但到抓到你 到坑捕你的時候 沒人來的 如果多謝那千人 躺在街上那些 一提去冰爆法庭 那個官員夠不夠這樣 報得這麼容易 判不夠容易 很多政黨 包括民建聯都在這裏 廣告天下無敵 杜咒出賣你龍心無力 出賣你那些事情 如果多謝那千人 一齊去想法定 你猜過官禁的那部份 所以團結就是力量 你不要看我們經常上街 抗議 我想大家一起上抗議 你看到我們的煲胎 今時今日這樣 三不三不 麻煩大家 三不三不大家 上街叫他下台 等於有多一個腳痛 或者腰骨痛下台 如果大家不團結 到最後 你都是被零產罷了 你的商界是任何他沿用的 這個已經是冰山一國 所以團結就是力量 無論你中產或者精神 我們一環搞一環 但是最上一環就控制所有 我們團結到緊號 國家自從門轉勝率 大家謝等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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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美孔的居民 他們的確是會影響到他人 他人的人民 其他人的人民 的財產安全 當然是 他會奪警察來的 他現在不是 即是 他說 他不能使用公安也 或者其他歷史的照例, 譬如偶打、恐嚇、 民間電台輸了一單官司, 所以我又要輸錢, 我忘記輸了多少錢, 我記得六萬元左右, 我們有幾個地區, 六萬元一個, 剛才我贏了一單官司, 政府打過一單, 我們就扣數了, 梁先生, 避過欠, 第二呢, 又是跟地產商有關, 就是李嘉誠那間公司就不找到, 倉修, 倉修, 倉修人兩年, 即兩年都沒有找到, 不知年28年29, 就有一班民社工友去取錢, 我們找到李宗外, 和李嘉誠的, 我們是否進去大堂那裡吵, 是否有韓春、武良春, 賣錢、賣後的那些, 在那裡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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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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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打官司發十八個意見,你贏了第一庭,這次就嚇壞了 他仍有上訴,你又陪他玩,否則你就糟糕了 所以其實玩到三審,我也明白美副業主的憂慮 真是賣樓都不行,說我跳樓就不好了,賣樓都一定不行 如果你是這樣打,因為不由自主,因為你贏了一次,他又和錢中 第二次你贏了,如果他上了第三次,第三次才輸一次,就糟糕了 你就已經真是幸家都富貴了,所以大家要明白 我今天來講這件事就是,你有什麼理由,是非必要這樣 去用民事訴訟你,欺凌我們,是不是? 我最近事變的時候,在這個發情,因為這個第五位 就是我和法官說,我引述了這個George Orwell,一句話 就是所有農民都要平等的,有些農民給其他農民有權 現在香港這個農民農莊就是怎樣?所有人都可以享受法治 但有些人,有些人,有些有錢人,比其他人更能享有法治 就是簡單,我自己覺得,我的集會權利,這個不可剝織的權利 竟然都是因為我沒有錢,而被剝織的權利 當然我都是人,長老都是人來的,如果我要在這裡集會一個小時 而我要賣一層樓的,就是一定是屈服 這個屈服,這個屈服,就會令到有錢人更加慈無忌憚 怎樣慈無忌憚呢?我不講了,你只看真特首怎樣慈無忌憚就知道了,是不是? 你想一下,如果我們今天我們走去真特首門口 說,喂,你吃夠了嗎?你吃夠了嗎?我們忍不住了,我們很眼冤 不如你早點回家,早點退休,行不行? 如果我們有一萬人去,而真特首說我們騷擾他 所以要請個禁制令我們去探探,要怎樣搞呢?其實是越向了 所以,我想我現在年紀都到了,再說一下就沉醉一點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說,我知道沒有錢的人,他們的下場是那些 我也知道,得罪權貴的後果是貴的,我覺得特別的原因 他不會收到我家的家的,我可以公公的 我只能告訴大家,我一定會據你力真 我都準備上訴的,我還不相信他會收到我家的命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很感謝,長翁和牛,因為他們真的很掌握幫忙 而事實上,剛才劉先生說的韓善效應,的確是 因為正正是因為法庭的禁制令 其實今日都看到,我們比過往的街坊,是少了很多 因為大家真的很害怕法庭的禁制令 但是,都很開心,或者提醒大家 我們今天的主題主要就是講官司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配決維護霸權、埋座、集會、自由 而我們也是問過律師的意見 今天大家可以安心的參與 我們也很感謝我們有另外的朋友到場支持我們 或者請文協的譚詩先生和我們說幾句 謝謝主持 謝謝主持 各位美夫的朋友 今天之前,美夫、Drum的朋友 我實在想想要不要來 最終我自己決定都要來 主要今天來都要講幾句話 第一個,我們要向美夫的街坊、美夫莊的朋友 一致最崇高的尊敬 因為正如剛才,阿強豪所講 其實整個被蜂瓶封流的鬥爭事件 我們看到大家一路發揮了我們中產的朋友 去捍衛自己的憶憶 一個很理性的一個爭取的行程 但當然很不幸 正如剛才所講 原來我們香港 不是我們所講的法治上人平等 有些資源封效人是更加明等 所以我自己的心境 第一,我自己是感到非常失望和憤怒 當然第二,也有些不難 所謂失望和憤怒 正正我剛才,盧先生也報告了 今次的禁制性法的判決 很明顯有兩點我覺得我們很難接受 第一,其實指出很明顯的是 基於一個這樣的意圖 而將我們整個的一個 好像常務所講的 是由警務處長發出了反對通知書的行動 竟然不能在當中而入到罪 即是說是設立了那個所謂挪擾工程的行為 這個跟我們以往 我們有一些行為真的犯了法 才出現這種被告的情況 很明顯是不同的 而第二,更加重要 其實這一類的民間鬥爭 我相信 其實美副平安局已經出了名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在以往我們講的特新的保區 其實比較熟一點 很多的市區重建局 第一,市區重建局 其實在福平安 當時我們自己在成年 也都真是入到裡面 跟一些所謂微酷的商戶 就住那個原益的民體 舉例來爭議 其實這些事件 我相信陸道有來 我是很失望的 也都很擔心 就是說 今次美副這個禁制令 對我們日後 一些民間社區的 聯益的一些捍衛 做成一個什麼的先例 我相信這一定是華的先例 也都好像剛才說 可能會不會令到我們 特別普羅市民更加擔心 所以我們更加印證 就是說 我今天一定要來 就是說 雖然剛才主持人說 我們今天也是 民意律師 不是安全 但我覺得 不理會不安全 我們作為一個言論自由的香港 就是我們講 我們談論的東西 講我們的意見 這是天經地義 夠膽今天就來動我們 我實在也不夠膽 所以我覺得 其實今天來這裡 我想指出的就是 其實美副我們的朋友 過去的一個競爭 也的確是令到我們 無論我上一屆 都在議會裡面 在今屆下來的時候 都覺得我們是 有時候我們都有點有心目力 所以也帶了我們有點無奈 但我們都相信 這種無奈 都是人總要生活 我們面對的問題 總是要解決的 我相信 如果這個問題 涉及到法律問題的時候 或者可能一會 我問到一個朋友 會不會在佛方 他們會多一點點 但是除了這件事 我們有沒有其他可以做呢 這樣 我覺得 接下來 如果整個美副平鋒 我知道 接下來三月都會 仍然 那個上訴 那個 正式的審判會出來 我自己 或者是都會 密切看看那個情況 有些地方 如果我們 作為一個政黨 可以做到的 我自己可以在這裡講 我們是意不容辭 我希望今天 太座 雖然比我們 上年 鄧家約人數少 但我覺得 下來的朋友 都是顯示了 大家對這種 不公義的情況 一種的表達 那這獎 我相信 是值得大家為自己的鼓掌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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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 都不需要我們多多介紹 他都很支持我們 一向都 好 多謝 各位美副的街坊 我的老朋友 這麼多年來 我就在美副生活 和你們一起去拼搏 3月幾號那天 那天我都即場 一起來到 發展商很怪 半夜進來 半夜 那是否需要呢 即是說 你有偷窺 你自己覺得 不對才做 那居民 當然是衝出來 半夜你偷襲我們 我直接覺得是偷襲 因為整個過程 如果你合法的 被居民覺得 完全不會有這個感覺 到4月 3號 我們的千人集會 一班美副居民 走出來 告訴他們 地產商 你不要那麼霸道 結果 就 政策出用這個 他的特權 我們 就很有趣 看到那個官子兩個口 我也想說 現在其實 我們字其實可以改的 官子應該是三個口 一個口 就拿來正常吃自己的餐飯 另一個口 就拿來霸權 就是他們有特權 第三個口 就好像唐唐和曾先生 拿來喝紅酒 是吧 三個口 不是兩個口 甚至 我覺得現在我們 一班居民在那裡的抗爭 一班表達自己的意願 原來最後 去到想去法庭 只要地產商有財力 不利 那這班人就趴在那裡 就好像現在阿牛 就用意圖入罪 嘩 我那天聽完之後 我直接害怕 原來他這個所謂意圖入罪 我覺得他怕過 以後我們的二十三條立法 二十三條立法 就是證明你有講過 有做過 才入罪的 就是你有煽動過 或者你說過一句話 我現在還沒講 他就說 我估計你會參加這個集會自由 我估計你會什麼 所以你就有這個意圖 這樣都要入罪 你想想我們將來的社會是怎樣 我們是不是還怕 我做教書 我很怕我下一代 所以未來的 我們更加路的 大家都很難客 但是美副居民 真的很一齊心 已經 因為走了這麼久 都已經 仍然有這麼多人 現在在那裡 大家都不是很怕 是吧 我仍然相信 那雖然這個法治 香港正在走的法治 我也沒辦法 就是越來越深行的 法治 因為分別最大的 和國內 就是國內是沒有這個法治精神 他們很有趣的 現在他意圖入罪 其實都近似的了 為什麼我覺得近似呢 國內就是說 你有罪 你就有罪的了 只要那些官說你有罪 你就要找證據 就證明你自己沒有罪 那和這個意圖入罪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說你已經有罪的了 那我們就要上訴 但香港其實的真正法治精神就是 要找證據嘛 你這個意圖什麼意思啊 我都沒說 沒真正做都當是是 那和國內真是很像很像 我們是不是很害怕 那我仍然希望我們來的將來 我們仍然保持到這個法治 希望我們上訴是得直的 因為現在我們幾位的受害人 一定是上訴的 完全接受不到這個判決 這個講意圖入罪 將香港法治的精神完全毀滅中 是恐怖的 我絕對告訴大家 香港人應該都站出來 因為未來的將來 如果這條罪入到罪的話 我們比23條立法更恐怖 我希望大家 如果未來的3月7日 真是有判決 我也呼籲大家 我們上訴的 會有所行動的上訴 就是會 這個3月7日 我希望大家都站出來 不是為了這3個 是為了你們 香港我們的法治精神 我們不可以到後走 那當然我還有一些律師 他們更加清晰些 我不可以 公民黨雖然以我們背後 就是我們有幾位大律師 絕對我們都是奉公守法 但是我們不像他們那樣詳細 認識了所有事情的 但是我都是呼籲大家 真是為我們接下來的 我們捍衛自己擁有的權利 要走出來 那我希望這些說話 又不會入罪 會不會的 會的嗎 會的嗎 呼籲 如果他的意圖是入罪到 如果我現在這些呼籲 其實都有機會 成為被他控告的罪行來的 是啊 恐怖的 為什麼我就可以說大家 真是接下來都要自己 維護自己的權益 那當然這個一半罪呢 接下來都是國際呢 其實是成為一個很大的笑話 香港呢 很有趣的 很多東西成為國際的笑話 派六千元 全世界都沒有的 走去派錢 啊 香港 特權來的 然後因為他要鞏固 整班人的情緒 這樣派完 然後這個所謂意圖 入罪 又成為國際一個很大的很大的笑話 那我希望我們 香港人自己 未來的將來 我們和美副居民一樣 自己 支持自己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正正 啊 五月 剛剛都說了 這個其實都不單止是美副居民的事 因為其實正正是一個 意圖入罪 都可以出到一個禁制令 那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就是在香港 你表達一些不同的意見 那其實都會很多 就是表達不同的意見 有很多不同的渠道 那現在似乎呢 是表達不同的意見 和地產商不同的意見 就會被法庭出禁制令的了 那這件事呢 就是我們以後呢 其實在一個集會 就是在香港呢 原來你 當你不同意一些霸權 不同意一些地產商呢 都會有問題的 那我們其實 所以我們今天 正正要在這裏 就是作出一個反對 那也都希望大家去關注 因為這個真的不是美副居民 因為如果真的 如果在你家裏發生一件這樣的事 在你家裏面前 建一棟這樣的樓 那原來你表達一個 不同意見 都會被別人 可以出到一個禁制令的 那這個是一個 即是我們的集會自由 究竟去了哪裏呢 那我們現在呢 接下來呢 其實都會在 問回台下的一些居民 我長毛有話說 你先說一下 因為我要去找一下真人 吃鮑魚 所以我們首先要去找一下 是 那我 我真的 大家都很沉重的 我都想說一些 就是 諷刺性的事情 你想想我們 用我們去 用一個禁制令 去禁制地產建設商會 這個組織 去行貿 推行發稅樓 可以嗎 我們禁制它發稅樓可以嗎 這個是張張明顯 連立正任玉華局長都覺得 這些是發稅樓來的 我應該說我管不了 所以 由這件事其實已經看到了 所以 所有的 所有的 業主都 切齒同行 就是發稅樓 是沒有辦法 去套牌透過 禁制令 一件事是禁制的 所有 小業主都 切齒同行 的一個團體 它的地產建設商會 是無名保證的 跟我們差不多 我問過 鄭月娥局長 有七百多個會員 你可不可以給我 鄭月娥 那個不是 那個梁什麼鬼 梁慈堅 梁慈堅 行行行行行 梁議員 我們一定給你的 接著有線都在 喂 有線都跟我說 一齊去追問 那些會員是甚麼來的 要知道是哪位才行 梁議員 可能我聽錯了 你問我是拿那些 執委的 有回帶有怨速的 所以其實 我覺得 這麼厲害 只會淪為他們的工具 我們 這麼多的業主 每一個人都 恥恥同行的發稅樓 我都是這個 Wayful Drum的成員 今天下來 其實那個感覺是很不甘的 雖然長毛和牛走了 都想在這裏再多謝他們兩位 很仗義出來幫大家美股的居民 和全軍 其實是非常疲勵 我想大家今天都撐得很深 去到這個位置 如果大家都仍然會站出來的話 我希望是一個機會 大家重整回一個信心 我想沒有東西是更重要的 可以團結 我覺得大家需要去 就算今天下來的人 比以前少了 我覺得是需要去凝進我們的力量 如果我們自己不站出來的話 是沒有人會再出來幫我們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清楚 我們自己一定要先站出來 人家才會幫你 OK 謝謝 來之前呢 其實我都會被搭 都不是一致的 都是很相信 因為 你不知道後果會是怎樣 我想這個其實都解釋我們 為甚麼 今天大家看到的人數比以往 我們有行動的時候 是少的 其實不止的 如果我們以往街坊會開會 大家都知道 我們晚上會開會 其實人數都是低 為甚麼呢 因為大家怕出席某些會議 都會有危險的 其實我的家人都問了 你不說話行不行 其實 住在這裏 我是家庭 其實我跟他 只是參與活動 但我會覺得 自從禁制令出了之後 這個所謂的家 就感覺不同了 就是沒有了家的那種感覺 因為你會怕 我說話會被人聽到 或者我批評某些關於利盤的事 人家怎麼拿來用呢 還有 原來呢 原來我想一下也不行 就是如果我老去 在想一些 某些行動的話 那原來 人家有理由相信 如果你是想去 阻止某個關情的時候 或連思想都可以控制 我覺得 住在這裏 就是家裡的感覺 是沒有了的 所以 我覺得 我也需要 在一個街坊的身份 告訴大家 其實 住在這裏 想要一個很舒服 可以在這裏 在這裏 可以在這裏 在這裏 在這裏 可以在這裏 那我個人感受 好像唐唐 你個個都知道 他都不知道 原來自己做了很多事 還有更加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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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反過來 那個民調 梁振英 就會高一些 但是 原來他又有些問題 原來我們的市民 去調查這個民意的時候 其實 我們民意 都有眼看的 哪些是值得原諒 哪些不值得原諒 有高有低的 那其實市民 很寬鬆的 那個Hong Kong 都 是不是 但是 他們都有措施 被人抓住 都搞不定 他們都不想 那何況我們呢 中下階層 不及得他 懂得那麼多的 錢財 身家 那你說 我們有沒有機會呢 可能這次呢 是美富製反奇這些人 那如果呢 有其他的人 遇到這個問題 每一個人 背後都有一個故事 的遭遇 所有的大小 如果 你唯一 不合作 不團結 你是做不到的 解決不到的 那他們都這樣去爭 是不是 不過不知道 那你猜你們 有沒有發覺 跟他爭 沒有的 那我們唯一呢 只有團結 那一開始 為什麽 沒有人管 你們 做了這麽多年 是吧 我們團結 睡覺 之後呢 便經常到很多人 都留意這件事 但是為什麽現在 越來越少 平日夜晚開 本來都很少 不是單止這裏的人 都少了 他們害怕 那 他們就又這樣嚇我們了 一怕 就出來 不出來 他們便成功了 那越整越過 我都想像不到 為什麽他們買層樓 背樓地 如果是那些傳媒 不公布出來 不發掘出來 這些資料 我們怎麽知道 我們不知道的 那知道呢 莫內何 是不是 團結 只有這樣 因為呢 只有這樣 對付那些少數 極少數 因為我們是大多數 是不是 資訊 錢 我們都不夠他們來的 所以呢 我在這裏想說 任何問題 不單止是美國這裏的問題 如果我們不團結 唯有 繼續被他去欺壓 第七被告呢 是沒有人辯護的 但是沒有人辯護 怎麽該入到罪 我不是他明白這個問題 不知道 在在有沒有人答到我呢 這個正正就是恐怖的地方 都說香港的法治精神呢 就是證明你 要找證據證明你有罪 那如果證明你有罪的話 你就要實在拿出一些東西來 而國外的分別呢 就是 要 它說 一當它說你有罪 你就要找證據證明你自己無罪 是不是 這個是香港和國外的最大分別 又是香港現在最可貴的法治的感覺 但問題現在 它就是恐怖的 恐怖在這裏 它真是隨便拿出一句說話 又說你有罪 它不需要你辯護的 你找證據證明你沒有 它為什麽要你呢 它不需要你辯護的 所以 所以這個不是恐怖 香港來的 就是香港人 你究竟 你自己害不害怕 我告訴你 我很害怕 它是恐怖的 23條立法 如果這樣也認得罪的話 什麽叫意圖呢 如果你 如果根據 真是它想著立23條立法 都說有些條件出來 你這樣這樣這樣 你天福國家 這樣說了什麽 做了什麽 不是 它現在正正就不是 所以 為什麽 我們在來 一定會上訴到底 根據這個證據 我們不可以抹殺了 香港唯一 最可貴 我們香港人擁有的東西 我希望我們的 不只是美副居民 而是香港人 都可以一起齊心 團結 接下來的他們的官司 等於香港人的官司 不是美副人的官司 已經 如果我們還不維護 我們香港人 唯一最可貴的東西 我們的最後的東西 都很融合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根據普通法 要有名有性 要在哪個地方發生 才可以 為什麽 為什麽 第七部未告 沒有緣無性 為什麽 會發生 是因爲程序問題 上去 法官認為 為了程序問題 因爲程序問題 將自認第七部未告的 兩部 還不夠 不是無分證 變成八九三 第七部未告是不存在的 不過資源高得入 你進去 就變八九十 再進去 可能變成十一 再十二 於是 最荒謬的就是 有人想為 第七部未告 辯護 未報未 於是 手續上是辦不到 又變了 那位人士 要申請為 被告 才可以再上訴 這就是荒謬之全 這次上訴 都是不行的話 那我們 第二些社運的人士 外面的自由集會 申請了合法 他都一樣有這個權 你犯法 所以今天的指標 帶出一個信息 希望記者可以還到 香港任何一個市民聽 我們隨時都會犯法 我們沒有錢 去燒銀子還法律 根本現在香港是 言論之有 如果你說地產商 我覺得它是包庇 我本身 我現在是大陸用橙樓 它可以控制到 現在的樓市 為甚麼呢 不准買樓花 如果香港 跟回這件事 不准買樓花的話 就沒有發水樓 就沒有平台 沒有平台之上 小朋友都知道 一、二、三、四、五樓 現在一數就已經五了 那第二 教學的學才 沒有一、二、三、四 一去到就五了 一乘一等於一 一乘五就等於五 你不對 這個是不是教錯 我們的小朋友 將來的教學呢 多謝各位 叫房就叫房 要叫房 不用了 那邊雜貨 探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